要把這樣子有卷軸的網頁內容抓下來 不知道老師平常都怎麼做 有沒有老師有時候會需要抓那個網頁比較完整的內容 可是他有卷軸那你怎麼辦 看多長我就抓幾次 抓抓抓抓抓啊再來切 這是一種方法 那我想我們上次有一個沒有介紹的 我們上次是介紹這個對不對 我們介紹這個給老師參考一下 這可以用 好那這個也不錯 他好處是他是中文的 好您看一下 我在這邊你先把網頁開好 那這軟體置信起來 我這個其實他也是抓螢幕 那我比較會需要用到就是他這個功能 嗯我把它點一下 有沒有你可以選你要抓的那個位置在哪裡 按一下 好了抓完了耶 啊抓完了有沒有 太快哦 太快來來來我們拿到word裡面貼給各位看 有沒有很完整 這樣可以嗎 如果說萬一老師有需要抓到比較長 那其實如果是一般的就沒有差啦 一般的他也有 那我把你看我再做一次給您看一下 這個東西 他的缺點就是說一次只能處理一個檔案 我們上次那個是你抓了很多個 你可以再重複再回去找對不對 但是這個就不行 就是你這個如果沒有處理完 你一定要關閉他才能夠再回來 好你看這個就是我我要的 好你看哦 呃比如說我們會去開一個首頁 我們學校的首頁我記得好像也有卷軸 有嘛你看這麼長對不對 那我要給人家看我們學校首頁按這裡 然後你就去指定你要抓的框框是哪一個 然後就按一下就好了 啊就抓完了 就不用在那邊拼來拼去的 好這是如果有比較長的頁面您需要抓的 呃我覺得蠻方便使用的 那一樣的做法都一樣 做法都一樣 所以你看我把它縮小一點 縮小一點您就看到整頁是不是真的就整頁了 欸這樣會比較快 那他還有這種邊緣啊我覺得還不錯 您看一下齁 如果說您看我把它抓起來 他這個是抓局部的齁這個 這個有沒有都差不多嘛 框好 蛤 哦 好 我我抓小一點點好 抓好他有一個好玩是說這裡有個邊緣 我想老師可能有看過 有一些那個什麼 思編有沒有有些那個教學的那個 那個電腦教學書他會把 邊邊齁坐在這邊啊你可以加符嘴硬 我們先不管套用 有沒有就自動套進來了 嘿或者你要加邊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他也還不錯的一個東西 只是我用到的相對比較少啦 我比較常用另外一個 那這個主要就是拿來抓 有捲軸的 嘿有捲軸的這樣我們再用會比較方便 所以這邊順便跟老師稍微做一個介紹 好那我就把畫面還給您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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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